全序部你們怎麼敢如此大膽 還是說你自認為你是個冷牙門 然後呢床過水無痕呼嚕呼嚕的過了 哎呀實效就過了 真的有貓膩嗎 我覺得這個案子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如果 當然現在全序部要上訴 如果這個最後定驗又被翻盤回來了 最好是翻盤回來了 如果就這樣定驗的話 這個不管是全序部的基層 還是高層 不管是故意 那麼還是不小心 我們不管是任何原因 這個絕對是行政怠惰 那行政怠惰 這個絕對有行政責任 那這個監察院絕對要調查 我覺得這個事情走到這一步 其實他就是一個法律的程序 包括監察院的調查 那麼包括全序部是不是 這個高 從高層到基層 有沒有行政怠惰 當然現在現在上訴 大家要視線最好 那到最後結果怎麼樣 再回過頭來去追究 從全序部的高層到低層 到基層 在這個過程上面 有沒有行政怠惰的相關的法律 是 與其在追究高等行政法院 在這個判決之前 全序部你應該自己內部是不是應該要查一下 監察院要不要主動介入調查 因為堵職之後 涉及的圖利 要不要通通抓起來 甚至彈劾呢 來我想請教師 那我不知道華航這個事情呢 被重罰了一百萬元了 那我們發現 這個諾富特的飯店搞了半天 是華航的諾富特 搞了半天不是桃源市政府的諾富特 搞了半天不是民航局的諾富特 更不是CDC 防疫指揮的諾富特 你是華航的諾富特 華航的管理亂七八糟 今天終於開發了一百萬 但是我看看 我覺得股市投資大眾應該更衰吧 沒錯 最近應該重作很厲害吧 我們特別邀請到 這是有正期雙照分析師的 郭韋傑來為我們做分析 郭韋傑 好 我們來看一下華航最近的一個表現 其實最近的股價 其實真的是從五月份開始 就一路的往下跌 那到目前為止呢 它的市值已經蒸發掉了兩百七十億 也就是半座101的這個造價 所以這個對於過去呢 在長期看好華航的這些投資朋友們 其實是相對的比較有一些打擊 而且從整個技術面來看 它是已經跌破月線 相對就是比較偏弱勢一點點 那所以其實從整個華航的一個事件來說 後續我們都會看得比較保守 原因是因為在機師染疫之後 它現在整個狀況是 有一點要擴散的一個情況 那擴散之後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華航機師在接下來 你的頒表要怎麼做調整 因為你這些染疫的機師要 必須要進行治療 那進行治療 或者是說你要找這些相關的機師 去打這些疫苗 其實你都必須要排時間 一排時間你就必須要調整頒表 好吧 那你現在這一波上來的時候 是因為華航在整個疫情裡面 它所帶來的一個貨運的收益 那也是全球第六大的一個貨運機隊 那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當然對於未來華航在整個疫情當中 我們已經不能夠載客了 但是我在載貨的部分 因為這一次的疫情關機又受到了打擊 所以在後續華航的觀察的地方 我們就要特別留意說 它在整個頒表的一個調整 那影響到未來華航的一個機隊的一個營運的狀況 會不會變得更嚴重 如果變得更嚴重 那這個華航這一次的這個股價很有可能在接下來 還是會面臨到比較偏弱勢的一個表現了 除了航運股之外 台股還秀出不一樣的氛圍嗎 為什麼說最近有這個先進製程的大戰 就在台股開打 為什麼 好我想其實在台北股市的部分 最重要的一個重心就是在半導體產業 那半導體產業又以台積電為主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整個台積電的一個表現 在今天來說還算不錯 所以你看到今天在整個大盤的一個表現當中 其實它是往上漲了將近快300點的一個行情 那也回到了這個月線之上 那相對是比較強勢一點 那今天比較重要的這個個股 當然就是台積電跟鴻海 那台積電的今天是領頭羊往上攻擊 那不過呢 到目前為止還是要有一些些這個影響 那過去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在台北股市創新高的過程裡面 其實台積電都沒跟上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現在在所有的環境之下 有很多的對於台積電的一些相關的消息的傳言 包含最近期我們看到路透社說 這個台積電要到這個美國去設廠 本來是說一座五奈米廠 但是現在他說要設六座 那換言之呢 美國看起來好像非常需要台積電的一個這個幫忙 那所以呢對台積電來說 他其實又面臨到了再一次的這個政治性的一個抉擇 就是說我是不是需要到美國去做擴大投資 那所以他就先持保留的看法 另外呢就是說在Intel在最近非常積極的一個過程當中 Intel的執行長最近很忙 一直在除了在美國他宣布說我要多蓋兩座金圓廠之外 另外呢他還跑去歐洲 跟歐洲的這些相關的高科技產業部的人說 我在這邊也可以幫你們蓋金圓廠 那金圓廠一次我就是要蓋兩座 那未來呢要蓋六到八座 這個是後續呢在Intel的部分 他已經先跟歐洲談了這個條件 另外他還跑到中東的以色列 告訴以色列說你這邊我幫你投資IC設計的產業之外 那我也幫你蓋一座金圓廠 那這一次呢Intel的整個新任執行長 基辛吉的部分他有說 這一次為了要幫助全世界擺脫晶片 依賴台積電的一個影響 所以呢他要做一個所謂的破壞式的創新 什麼叫破壞式的創新呢 過去我們都知道在整個半導體的這個 分工裡面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 也就是歐美設計出來的晶片 ship到就是運輸到整個亞洲 包含現在中國包含現在台灣韓國日本等等 來進行做這個晶圓的代工 把這個晶片生產出來 再把它運回到這個歐美市場去進行銷售 但是現在這個長鏈的部分 要被Intel給破壞掉 那也就是說未來在Intel的計畫之下 他會在美國有在地化的大量 可以生產晶圓的代工廠 在歐洲他也能夠有足夠可以供應 歐洲市場的晶圓代工廠 那在亞洲當然就不用講 亞洲自己就可以自給自足 所以在這一次的整個破壞性的一個 創新的過程當中 它事實上是要產生一個所謂的 半導體供應鏈的重組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台積電的股價 其實它的未來跟基本面一直都沒有改變 可是為什麼它的股價一直都漲不上去 其實它就是面臨到Intel正要進行所謂的晶圓代工的 所謂的產業鏈的重組的一個壓力 所以現在市場上在定價偏比較偏弱勢 那今天早上我們有看到一個新聞 IBM領先了台積電 他告訴全世界說我兩奈米晶片我已經做出來了 那其實公然嗆聲台積電 你覺得台積電會一直害怕甚至受傷嗎 會嗎 真的會 IBM會是台積電敵人嗎 可能嗎 其實我們必須要去承認 美國的確在技術上 還是會有一些些領先優勢 但是大家不用太過灰心 因為在這一次 光是在三星跟台積電的競爭上面 台積電的良率就優勝於三星 現在目前在5奈米的良率上面 這個三星大概還是只能達到五六成 那在台積電的部分是已經高達了九成 所以當IBM這一次宣布說 我在這邊可以生產兩奈米的晶片 做出來不代表第一件事情 不代表它可以商轉 第二件事情不代表它的良率會很高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 所以今天看到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對台積電股價根本沒有影響 因為它還是未定之天 只是說大家會比較擔心 因為這一次IBM 它所推出的兩奈米的製程跟技術研發 它是跟英特爾跟三星有技術的合作 所以大家會擔心 IBM你都已經做出來 你會不會把你的技術 既轉給英特爾 既轉給三星 那未來在整個高端製程的一個競賽當中 就開始產生一些不確定新因素 所以換言之在晶圓代工的這個製造端 有英特爾來主導到全世界去廣設晶圓代工廠 第二件事情在技術面的部分 國內在美國國內有IBM來進行這個技術的一個奧元 那換言之就告訴大家現在 我們在整個科技產業鏈當中 美國就是要重回到世界霸主的一個地位 對 美國當然不願見到中國的崛起 但是等一下我會覺得更多問題跟你請教 包括特斯拉在上海設廠的過程當中 這一件事件被認為其中有貓膩 等一下我們來為你分析 在現場當中包括呂大使有中聯晃 包括這個台洋藍老師 以及羅毅師加入我們討論同時 來我請教師大使 我們先從大氣候來看起 法國的國會史上第一次參議院 三百零四票對零 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繼這個G7之後 這個情勢 我們應該怎麼看呢 呂大使 第一個這個從一九五八年 法國在戴高樂的領導之下 進入第五共和國以來 我們都很清楚 因為傳統的大高樂派對中國大陸 他們的立場是非常的我們講說親切 那相對的在一開始就是說 他們一九六四年跟中國大陸建交之後 那麼對臺灣是認為你們大概要找到明天 恐怕不太容易 那時候是看衰的 為什麼我們從法國的世界報 La Monde 他對臺灣的報導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脈絡 那麼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跟八零年代 簡單的講 對臺灣的未來 都是報紙的悲觀批評的態度 可是從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開始的話 你看到他轉向了 那麼轉向有兩個因素 一個因素是他們也覺得說 其一你臺灣那蠻厲害的 你還有一個存在 第一個 第二個他也看到說 中國大陸也開始在注意 臺灣這個議題 兩岸關係 因為有軍事方面的這個 這個我們講說衝突 沒有直接的 也不是大幅度的 所以他們會去 有興趣去了解說 臺灣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好事 所以你從九零年代開始 兩千年一直到現在的話 包括我們在第一次的政黨輪替裡面 《世界報》是這個頭條新聞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現在看到 兩岸關係的這個轉變的話 也就加上 剛剛我們簡單解釋過的說 你如果說中國大陸 自己的一些做法 你得到的大外宣的動作 得到的是負面效果的話 那你就看得出法國人 更進一步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參議院 有這些表現的話 第一個我是奉勸大家 第一個我們可以高興 我們可以感謝 可是因為談外交 我們要回到現實面 一個理想面 一個現實面 對不對 那麼因為這些參議員 他表達他的意見 當然是代表法國精英的看法 可是參議院在法國裡面 他是三權分立 怎麼樣促成行政部門 就是政府這一部分 願意接受這個參議院的一些期待 然後轉化成為在實質面 實際成熟的時候 在國際社會 國際組織票決的時候 給臺灣實質有效直接的支持力量 那個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你覺得因應臺灣可以 這個形勢當中 可以具體的做什麼 怎麼去應應這個情勢呢 你剛剛說你要道德支持之外 怎麼讓他們展開具體行動 這是非常關鍵的 讓更多的法國精英 包括未來的精英 就是留學生 學生們 認識我們在臺灣 我是你法國的優質合作夥伴 在科技領域方面 我是尊重IP的 我跟你法國的科技合作 法國人是放心的 第二個 我是一個消費市場 對不對 那如果說法國人 清楚的知道說 哇 臺灣竟然在2000年 2020年的時候 是全世界第15大出口國家 我們出口占全球2% 進口排名第18名 我們進口占全球1.7% 這個都不是普通的厲害 所以他們看到說 我跟臺灣做生意 我跟臺灣往來 我是放心的 那在這種情景之下 就有更多的契機擺在我們前面 所以我們很非常的期待 更多的年輕人 更多的企業家 中小企業們 多多的去跟法國來交往 或者是廣義來講 就跟歐洲的交往 因為歐洲那個區塊裡面 絕對是我們臺灣在未來拓展 國際關係 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場景 來我請教教師譚老師 的確我們曾經討論 法國這個國家的動向 裡頭過去 不管是政經是不是可以分離 長期來一直有兩派勢力 一直在對決 那現在執政狀況 這已經轉向了嗎 剛剛這個呂大使說 從1958年以來 他第一次破天荒 看到從總統到外長 哇 全部站起來 公開敢嗆中國 那實際上內部的情勢 你看到是什麼 所以現在這個氛圍是這樣 就是說前不久 這個G7的外長會議 對不對 就是說這幾個國家 G7的外長 加上歐盟外交事務 那麼公然這個 這個說中國霸凌 那麼把臺灣納進去 這個是第一次了 那法國現在通過這個 其實法國這次 這個是參議院的外交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副主席 葛利歐跟友台小組的主席 那麼理查共同 那三月的時候提案了 那三月提案 大家都認為說這個參議院應該會過 雖然當然有宣示性質 對不對 國際民航組織 那麼WHO跟這個國際 這個氣候變現綱要 就支持臺灣參加 那再看政府單位怎麼做 但是就是說 當初提案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想到 三百零四票對零票 只有十九票棄權 這個當然一個 最近的政治氛圍 大家知道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法國跟中國的關係 是非常好的 馬克宏總統還訪問中國 那習近平到法國去訪問 然後簽了好多訂單 買空中巴士 對啊 簽了好多訂單 那個時候法國的商界 非常非常的興奮 這個事情其實到了去年的上半年 開始反轉 大家記得這個 這一次的COVID 為什麼叫做武漢肺炎從哪裡來 武漢從哪裡來 P4實驗室 那個實驗室是法國跟中國合作 後來到了二零去年的四月的時候 法國就公開說 這個已經跟我沒有關係了 他把我東西弄過去 那各位知道核能 那麼法國在核能其實很先進 那中國現在發展核能 其實當初很多 一直以來很多的技術 是法國跟中國的合作 對 但是當然很多的指控 就是對於制裁權 就是說你把技術透過去弄一弄 然後你自己做 這個制裁權的保護 一直是除了我們講的人權的議題以外 中國跟法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問題 那這個也影響到商業的關係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因為去年疫情開始之後 因為去年開始 事實上是前年 就是說這個香港的這個反送送法 後來到去年的國安條例 因為這個維吾爾族的問題 就人權的議題 這個是法國的底線 那麼疫情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 維吾爾族的問題 人權的問題等等的加在一起 現在就法國這個事情 就法國跟美國差很多 但是有一個事情很像 就是很多議題都高度分歧 但是現在在反中抗中 這個事情的一致性就很高了 你要參議院的三百零四票對零票 坦白講 我們現在吳之中大使在裡面花了 做了很多事 我們要給他高度肯定 現在法國就巴黎 就法國的我想呂大使也會同意 就是這個這個法國的外交官 私下也跟我透露 他說現在中國的那個盧沙野大使 他已經沒有 他在巴黎已經沒有功能了 他沒有辦法跟任何人見面 他沒有辦法跟任何的法國的官員部長見面 過去有一段很好的時間是中國大使要見誰都可以 我們的代表到見誰都有困難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互惠 就是說法國的駐北京的大使要在北京見中國的官員 有相當程度的困難 可是這個盧沙野還有他的部下可以這樣子山野到現在 可是他很厲害啊 對可是後來到 他要求法國的參議院的友台小組的主席李察 你不准來台灣訪問耶 他可以這麼唱歌 就是他就是他要求說李察你不要來啊 後來這個就提案了嘛 現在中國支持俄國 你現在做的事情 你現在在巴黎基本上中國大 不是因為疫情喔 用視訊也可以嘛 可是實質上中國的外交部 外交部和駐法國的大使館 在那邊已經失去了實質的外交的溝通的過程 這是法國外交官自己講出來的 那所以現在整個氛圍會變成三百零四票 對零票這樣的參議院的提案的支持台灣 我認為這個是史無前例 當然沒有錯 後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個是重要的第一步 各位不要忘記了 法國有自己的印太戰略 法國的法國跟美日印號的在南海的聯合軍演 這些法國都走在最前面 那歐盟現在通過的印太戰 歐盟議會天通過的這個印太戰略的綱領裡面 其實法國也在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換句話說整個歐盟裡面 法國 德國在整個歐盟所形成的印太戰略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的外交突破 我們跟歐洲的關係 其實法國是重中之重 是 來把鏡頭先給張將軍 為什麼的確我們在前陣子 在印太戰略當中有一個國家 我們一直watch他 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法國的部分 而現在最新的一個大的氣候裡頭 因為G7的外長會議當中發聲 他們在發生的過程當中 這個聲明嚴格的批判中國跟俄羅斯 而且去嗆聲北京 根本就是一個霸凌者 好 G7裡頭的外長裡頭 已經在英國倫敦登場當中發表這一份 有一萬兩千四百次的聲明當中 批評中國跟俄羅斯 最新的一個國際的最新的一個外交氛圍 那麼最新的一個軍事氛圍要呈現什麼 來我請教師張將軍 等一下宇長老師繼續幫我們做補充 張將軍 法國一直在聯合演習裡頭 被我們一直關注 包括了你一直注意到 有一位指標性人物叫做梅克爾 是不是呢 來張將軍 對 這個法國在對印太這個區域 他非常的重視 我們目前可以看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看兩個指標 第一個是吉布地 吉布地 法國有駐軍 法國最大的海外駐軍有一半 這個大使非常知道 有一半是駐在吉布地 駐布地有四個國家在那邊駐軍 四個大國 一個美國 日本 法國 還有中共 那中共在這個吉布地呢 現在也在大張旗鼓的蓋它的這個碼頭 向來希望航母能夠停在吉布地 吉布地它的戰略位置在哪裡 我們知道常次號 上一次的講到那個那個 擱淺在蘇伊士運河的 蘇伊士運河下來之後進入紅海 紅海要出要 要進入印度洋的時候 就要經過吉布地 這個裡面是紅海 外面這個是雅丁灣 雅丁灣就進來就進入阿拉伯海 阿拉伯海就進入整個印度洋 那中共在目前在這個地方在吉布地 正在這邊大興土木 蓋這個碼頭 將來希望它的航空母艦出去 因為中共的航空母艦 到現在為止還沒離開過太平洋 那這是向西發展 我判斷這個 因為到雅丁灣護航的艦隊 經常在吉布地加油整補 法國的駐隊也在那邊 他們那個隔的 吉犬相聞才隔了12公里 法國的部隊跟中共的部隊 就在幾乎12公里來講 就在鄰居了 那最重要的第二個 就是我們所講的這個吉里巴斯 吉里巴斯它這個國家是個島國 就在紐西蘭的這個北方 這個看得出來 吉里巴斯在這個地方 紐西蘭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澳洲 看得很清楚 那個中共目前在這個地方 要蓋兩個東西 第一個要蓋碼頭 第二個蓋機場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機場在這個地方 它這個是個很大的一個 環礁的一個島嶼 機場是剛好在它的北方 西北方的這個地方 將來為什麼要蓋這個地方 將來可能是中共的太空支援艦 經常在那邊出沒 它現在要去運捕 這個所有的這個 將來太空領域 是大家爭霸的地方 那爭霸的地方 我們知道 太空這個 當人造衛星也好 火箭也好 經過這個地方 你要去遙控它 你控它 在中國大陸本土可以 但是問題是 進入這個藍半球 還有進入的西半球的時候 你怎麼去控制 吉里巴是個很好的地方 它剛好在國際換日間上面 剛好東半球跟西半球交界 又在赤道上面 剛好又是北半球跟南半球 東半球跟西半球 就在吉里巴斯 所以吉里巴斯現在要蓋這個機場 將來的時候 它要載一些太空遙冊的裝備 到這個吉里巴斯 就很方便 直接機場就落地了 第二個它以後不要再做 用這個遠望太空支援艦 中共有目前在意的太空支援艦 現在遠望三號五號六號七號四艘 都要在它發射火箭的時候 都要去到大西洋 還有南太平洋去布局 現在不用了 它直接在吉里巴斯 蓋這個可以搖策的 我們知道這個火箭上去的時候 越艱運次到 為什麼它到海蘭島發射 因為它這樣子從次到上空 飛到太空中 剛好這個窗口 把這個人道衛星 或者把火箭送出去 所以目前來看 中共在這個吉布里也好 在太平洋島國的吉里巴斯也好 都在做它的戰略的佈局 我們有必要再在一方面 要給你了解 是 戰略的佈局的過程中 所謂的太空戰在興起 可是雙方面差距是不是很大呢 我們過去四八小時 曾經在觀察中國的長征火箭 這個你連要失控墜落 墜落到哪裡都不知道 現在最新發展是什麼 張將軍 它最大的墜落的可能地方 應該是在大西洋 因為我們知道太空船 要回到地球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重返 以本來講 控制到它墜毀的海洋面 大西洋或者太平洋 或者甚至到印度洋 到了海洋 不要在人淵的地區 以免把人砸毀 這個會受傷 人員受傷 或者是建築物砸毀 都有可能 那最重要的是 這個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這個 美國的SPEC-X 它這個火箭 它現在可以回收了 第一 我們知道火箭回收的技術 火箭是垂直發射 垂直回收 垂直回收 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我們所有飛機 就是平飛 這個平行起飛 平行落地 跟地表平行 但是火箭完全相反 它是垂直 垂直的可能性 技術性最高的就是回收 那SPEC-X 它經過四字失敗 第五次的時候 成功地垂直回收了 它把這個火箭 發射到距離地表 十公里的 一萬多公尺的地方 然後停止 然後回來 回來之後 大家知道 重返大氣層的時候 都是平行 你火箭懷著平行 但是它平行 最後要把它變成垂直 落地 它成功了 那中共在這個技術上面 它為什麼現在 有這個科技戰 要從這個馬斯克 禁止它在大陸上投資 可能就要這個技術 你這個技術分享給我 我在給你做投資 有這個方面條件交換 這樣就是檯面下 我們不知道 馬斯克是誰 馬斯克就是 這個SpaceX的老闆 特斯拉的老闆 特斯拉老闆 特斯拉老闆 他腦袋非常聰明 他不是要來台灣 好好的採購一番嗎 對 這個有一次的時候 我在參加美國空軍聯會的時候 馬斯克來演講 他的講話是慢條詩理 但是都很有深度 我覺得這個人很聰明 他很聰明 他慢條詩理 他講話速度很慢 但是他都經過思考 他不要看講稿 他這樣講出來 下面人鴨雀無聲 仇人廣作 一片安靜的聽他演講 那馬斯克身為特斯拉CEO 洞悉中國的最新戰略是什麼 等一下 翁偉傑來告訴我 來從大氣候當中 來張藝人老師 嗅覺出什麼 對 我們剛才先補充一下 法國的這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法國是個分裂的社會 左派跟右派 過去是水火不容的 傳統的法國知識分子 特別是左派 對於中共 對於中國 向來有一廂情願 跟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跟他說是他的分裂社會 大使最清楚 因為法國曾經歷過 三次的左右共治 能夠用304票壓條性的通過 代表什麼 法國的左派跟右派 已經超越了過去意識形態的限制 也就是過去那些左派的議員 跟支持者 對中共已經不抱太多 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個拐點跟轉折點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2019年之前呢 法國跟中國的合作非常緊密 我們還記得習近平那時候 去歐洲訪問了兩個重點國家 一個是意大利 一個是法國 那時候還有一個新聞報導 習近平去訪問法國的時候 亮槍 所以那時候傳出來 他是不是身體不適嘛 不到兩年的時間 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逆轉 關鍵在於幾個重要事件 第一個 香港反送中 簡單的 人權對於歐美國家來講 是不可能退讓的底線 所以香港反送中的事情 引發法國民意的探討 接下來再過沒多久 什麼事情 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 那接下來什麼事情呢 中國在周邊國家 亞太地區的軍事擴張 跟意圖改變現狀的作為嘛 所以使得法國的朝野 思想界跟知識分子呢 基本上越來越趨頭 這樣的效應 不是只有發生在英國 不是只有發生在美國 在法國呢 正在上演中 這第一個要補充呢 第二個要補充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說 拜登去年在競選的時候 還記得嗎 他說呢 他要跟三個議題之中 跟中國進行合作 那麼呢 那三個議題是哪 第一個氣候變遷 這個氣候變遷第一回合呢 我們就已經看到了 各說各話 毫無交集 基本上拜登有給承諾 但是呢 習近平啊 基本上皮笑肉不笑 認為中國憑什麼 要承擔呢 減碳的這個責任呢 等過了50年之後再說了 所以氣候變遷的第一回合 基本上沒得談 現在進度到第二回合 這個叫做防疫 防疫跟台灣什麼關係呢 各位我跟大家報告 最近幾個議題啊 為什麼關注台灣 除了台灣地緣政治啊 或者是啊 供應鏈很重要之外呢 因為呢 WHA啊 5月24號就要舉行了 陳時中部長呢 我難得看他 這麼樂觀告訴大家 因為大家問他說台灣 會不會受邀嘛 除了2016年 那是因為啊 老共基於九二共識的一序 想給民進黨呢 一個呢 提醒 你如果來年 每次都參加WHA 請記得馬英九時機 曾經有所謂的九二共識 跟一種原則 你們才進得來 後來就沒有了嘛 所以關鍵在哪裡 我可以說陳時中樂觀看來 當記者 或是當問他 我難得聽陳總 今年的可能性受邀 這個可能性相對較高 為什麼 美國表態之外 法國表態之外 G7表態嘛 所以呢 歐美國家更不要說 澳洲的總理Mollis 也告訴大家 台海一旦發生衝突 中共越雷池一步的話 他將履行啊 對美國盟邦的責任 他雖然不直接講 履行對台灣的責任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邦交嘛 他直接拐個彎 履行對美國盟邦的責任 代表澳洲也會呢 站在美澳雙邊的關係 跟跨德的基礎之中 馳援台灣 所以我們就在看 這第二回合的交手 因為第一回合氣候變遷 台灣有做自己的努力 我們在做非核家園 我們在做這個節能減碳 台灣有自己的角色了 第二回合的拉鋸戰 基本上很快就要兌現了 什麼意思呢 美國把正式排開了 然後呢 G7國家跟歐盟的幾個重要的成員國 跟台灣的邦交國 都在深淵我們 也就是讓台灣重返WHA 去履行沒有投票的 我們只是觀察員 這個角色呢 因為台灣的防疫的成果太重要 台灣可以幫助 對世界來講呢 基本上是個既定印象 所以我們的正當性 跟我們自己的專業 還有我們對世界公共財 防衛的貢獻是可以走回去的 但你會被拉扯的是什麼呢 拉扯的當然是 習近平如果在這個地方讓步的話 那麼從去年到目前為止 他所部署的文攻武嚇 認知作戰一下全破鉤 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今年是建黨百年嘛 他今年一定要端出一些成績 讓中國內部的威脅者挑戰者 一般民眾覺得我大權在握 所以我認為中共絕對寸譜不讓 所以這就是內冷戰的行程 兩個集團為WHA的議題 為台灣正在做拉扯 5月24號之前 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究竟這兩大集團為台灣做的努力 跟否決很快就會得到一個 清晰的結果了 是 兩大集團之間而已嗎 還是說這裡頭還包括了歐盟的角色 來我請教先請教是呂大使 我們剛剛有提到 德國的梅克爾的角色 那我們也知道說 這是在拜登當選之後 還沒有上台之前 歐盟跟阿強已經簽進了協定 其實世界各國大概都很難去推翻 中國SOFA還是在經貿方面 在經濟跟貿易方面 手中還是握有王牌 所以這個時候 中美兩大集團在對峙的過程裡頭 德國 英國 甚至義大利 反而相情之下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還包括了這個譚老師講的法國 你所講的法國 來 最新的情勢是什麼 梅克爾包括歐盟這些國家 他們是笨蛋嗎 不知道現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國家 正在以經貿經濟的方式去綁架他們嗎 來 最新形勢是什麼 李大使 我不認為歐盟國家 不知道中國大陸的這些傑出的表現 聽懂我的意思 那主要就是因為 以梅克爾本身來講的話 他希望能夠對 在他下台之前 完成一個所謂的歷史性的任務 但是就成如在他這個 他們所謂的公布 所以已經這個要簽這個協定的話 其實那是完成談判而已 因為你要有效的話 還要經過民主國家 尤其歐盟內部的同意以後 完成一定的程序以後 才會開始生效 那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已經看到說變卦 已經擺在前面了 已經變卦了 已經有變卦了 現在這個協定已經有變卦了 有變卦的道理在哪裡 因為各個這些會員國裡面 他們發現到說 中國大陸你給我的承諾會有效嗎 這是最大的問題 從他加入WTO以來的話 中國大陸如果去檢視 他所做的各項程度的話 有多少呢 恐怕用台灣最精密的計算機 也算不出來 我告訴你 那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中國大陸很清楚的 他在玩分化美國跟歐盟的關係 可是針對現在所謂的 圍堵政策的話 那當然剛剛大家都提到 氣候變成這個議題 環保這個議題 需要中國大陸是合作 這是為什麼美國講說 必要的時候我跟他合作 可是我又跟他競爭 那同時我要等 我們用他們的話講 我們要打群架 那這怎麼去做呢 這是一個值得觀察的議題 所以歐洲國家對我來講的話 沒有那麼容易就會說 然後同意你這個雙邊的投資協定的話 可以真的就是心搶事成 沒有那麼容易 我不認為這麼樂觀 所以現在在歐盟這個氛圍 是勢力真的向右轉嗎 右派勢力的確已經上揚了嗎 湯老師 沒有說 你看現在我們剛剛講法國 法國現在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這個第二輪選舉的時候 馬克宏當選 那選到第二的是這個Lapine Lapine這位女士 現在看起來聲望有很高 聲望已經到三層了 那現在明年又要大選了 現在看起來 就Lapine基本上極右派勢力了 那他基本上看起來 現在是領先的 明年的法國總統大選 極右派現在是在領先的狀態 那義大利的德拉吉 基本上央行總裁 剛當完現在到義大利當總理的時候 基本上一開始就黃金條款 否決了一個中國的收購案等等 那剛剛講梅克爾 他說這個中歐協議很重要 中歐協議各位知道 是去年底的時候 就是拜登剛當選還沒上臺 然後中國跟歐盟談了很久 忽然一下急轉直下 習近平大讓步就簽了 那簽了以後當然對歐洲來講 他很高興說有很多很好過去 談不到的條件 現在居然都答應了 當然各方有很多質疑 問題是到今年初的時候 因為這個協議要在歐盟議會排上議程 要去批准以後才生效 問題後來就發生了事情 發生了維吾爾族新疆的事情 那發生這個歐盟的重要的官員跟議員 居然被制裁被中國制裁等等的事情 就現在後來連那個連歐洲議會審 中歐簽的協議都排不上議程 現在連審都還沒審 那大家知道吧 這個議會政治本來就這樣 歐盟也是議會政治 就是說我對你有意見的時候 我先用程序上就阻擋掉了 所以你現在連審都還沒審 那大家就會認為不樂觀 那梅克爾說這個協議很重要 他當然知道這個協議很重要 這個是政治喊話而已 可是以現在的政治氛圍上面 第一個歐洲就我們過去講 就美中對抗美中對抗 可是真的是只有美中對抗嗎 就是說歐盟國家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比過去在川普時代 執政時代的關係更緊密了 第二個歐盟國家開始採用政經分離 也就是說跟中國繼續做生意 中國用廣大的市場做誘惑 那企業界當然有壓力 企業界當然有股東的責任 要希望拓展市場 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歐盟各個國家的國民的政治立場 跟傾向都支持他們的政治領袖 對中國進行進一步的對抗 再加上跟美國之間在拜登政府的關係 又更行緊密之後 所以整個大的氛圍是發生轉變 那我想這整個的情勢 對我們來講我們要注意 要知道的事情是時候 過去各位在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關注的時候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跟日本的關係 其實我們政府很早就注意到了 就國安單位 那麼外交當地很早就知道說 要發展跟歐洲各別的國家 跟歐盟之間的緊密關係 那不只是各國之間的關係 還有美國住在各個國家的大使 跟我們在各個國家的大使 或代表之間的這個關係 這個不只是政治關係 不是只有吃個飯而已 照個相而已 這個是政治關係 這個甚至還是情報關係 這是各種各樣的互動 緊密互動的關係 不管是我們跟各個國家 跟美國住在地 這個都非常重要 那我們現在在歐洲是重兵部署 各個國家的重要的國家的大使 其實都是非常優秀 非常有政治判斷 而且這個執行能力非常高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 臺灣跟歐洲的關係 也在這整個的範圍之內 整個的氛圍之內 慢慢慢慢的提升 那譚老師怎麼看 中國最近積極在第二島鏈的部件 這到底想要做什麼 第二島鏈 包括我們剛剛講有吉里巴斯 是是對不對 剛剛將軍講 就是要做海空軍基地 那這個中國在吉里巴斯的 第二島鏈的重要部署 這個跟美國就已經超出了說 在第一島鏈的對峙狀況 已經延伸到第二島鏈 那更何況剛剛講了這個 這個非洲的極部地 也是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 中國在地緣政治上 也尋求突破東海南海 他也要到對不對 就是非洲國家 他也要到第二島鏈的 西南太平洋的島嶼 我覺得這個整個的 整個的地緣政治的 戰略的佈局 慢慢慢慢開始在形成的時候 我覺得不只是我們現在看到 經常談的第二島鏈 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也非常重要 而且這個事情 不是現在開始了 我們的超權部署 各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2018年19年 在斷交的時候就在談這個事情 為什麼這個事情這麼重要 現在大家開始看出這個意義 當然這場戰爭沒有盡頭 還在繼續當中 就是說美中的對峙 已經到了第二島鏈 吉里巴斯的戰略地位 會越來越重要 那麼中國對特斯拉 它的戰略到底是什麼 尤其上海在最近這個女子大開 特斯拉展場裡頭進行的控訴 真的有貓膩嗎 好我想其實特斯拉 這是一間非常特別的公司 他除了是電動車的銷售的公司之外 其實他也發展了很多的 其他高科技的產業領域 像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在SpaceX的投資 跟他的可回收火箭上面 但是大家比較不了解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其實特斯拉在賣新能源車的背後 他其實還有新能源相關的設備 包含他有太陽能相關的設備 包含他有除電的一個裝置設備 這個其實都是華爾街 為什麼會看好特斯拉未來發展的 潛力的地方 那中國大陸現在在美國的壓制之下 他們要積極爭取的就是電跟能源的一個戰爭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要去宣布說 這個碳中和 我們要怎麼樣去達成這個目標 其實有相當的程度就是我也是一樣 要從特斯拉身上挖到一些些東西 那我現在就開始測試 因為同樣的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中國大陸在跟特斯拉談判的過程當中 一樣也是用他的市場 那現在好了 現在特斯拉在中國大陸銷售成績 的確是非常好 聽說第二季他們的一個目標 早就已經達標 銷售目標已經達成 所以馬斯克就變成說 哇那這個現在我的賣得這麼好 我也捨不得離開 我本來就是要在中國落地生根發展 那我現在廠蓋下去了 我人員也培訓下去 然後所有的這個中國化的這些 在地化廠商也都已經建置好了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抽離開 那這個就符合了中國大陸 第一項的一個我先請君入望 那進來了之後呢 我怎麼把你留住呢 我開始採你的底線 不然像我們這次看到在上海 車展的這個女子鬧場的這個事件 大鬧現場 對我們先不論他到底是 用什麼樣的身份進去 但是他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趕快把你的這一些 這個關鍵的數據 統統給我交出來 你說這個煞車失靈 好 那我現在有關當局 我就要去看你的 相關的煞車的數據的這個狀況 當你把這個數據交出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一些高科技的人才 去反推你這個數據 是怎麼記錄下來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到忘記了 因為在最近還指控特斯拉 你要小心 因為特斯拉車上的鏡頭 他會幫你拍下你的一舉一動 然後會記錄你的行車軌跡 然後回傳到美國 結果特斯拉是怎麼回應 特斯拉說好 那既然你對於我有 這樣子的一個疑慮 那我就在中國大陸 建置一個資料中心 你要的你就直接在那邊看 我告訴你 我沒有把資料回傳給美國 因為我要的就是 你中國大陸的市場 好 那現在就是越線越深了 那越線越深之後 現在電動車裡面 有一個重要的核心 除了馬達技術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電池 那電動車的整個驅動核心裡面 電池的續航力道 跟它的能量密度 這個技術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的 那怎麼樣能夠讓這個電動車 它的同樣體積的電池裡面 能夠榨出更多的能量密度 然後提高電動車的一個續航力道 其實都是中國大陸非常需要的地方 再加上我們剛剛提到 中國大陸提出的這個碳中和的目標 它要的是馬斯克後面 你太陽能的技術 有沒有辦法你也來中國大陸移植一下 另外呢 在你的這個新的電池的儲能設備 你有沒有辦法也來中國大陸來販賣啊 因為你一旦販賣在中國大陸落地生根 我所有的工業廠商 我就能夠有辦法拿到你的核心關鍵技術 是 你聽到文維吉這樣講 觀眾朋友 你還想當中國人嗎 你還想跟這個政權同屬一個國家嗎 我請教的是羅醫師 防疫一直都是步步驚心 那這次華航案子裡頭 也給大家非常多的一個警惕 華航警惕已經被罰了一百萬元 我們剛剛去分析 衰 股民也非常非常衰 那華航自己本身是受害者 可是我們發現呢 華航你本身在機師 進出到諾富特裡頭的管理 亂七八糟 發一百萬也許是客氣的 不過我覺得在防疫的過程裡頭 不缺的是什麼 不缺的是口水 口水政客 何其多啊 我們也才發現說 原來防疫旅館 有這麼多是這樣混住的 我有一次參加一個婚宴 結果一到現場之後 找找找 外面寫防疫旅館 這個婚宴是在防疫旅館 我覺得好怪喔 所以上禮拜 有人就在問陳時中說 部長想請教 這個案子裡頭 要不要好去檢討 就防疫旅館 你就好好的做防疫旅館 整棟就做防疫旅館 不要混合 那個記者一問之後 其實我嚇一跳 搞了半天 我們的防疫旅館 是可以混住的 那些混住除了諾富特之外 多少個諾富特 我看到這個最近 講了非常多的話 什麼被這個李秉儀說 認為是國際笑話 說這個機師要先施打的柯文哲 突然之間全部武裝 去看那個防疫旅館 可是臺北施田外公混住的 有六斤 臺灣現在最不缺 就是口水政客 不是嗎 萊律醫師怎麼看 我想這個華航跟這個 諾富特的一個事件 大家紛紛牢牢 現在慢慢要告一段落 因為該裁罰就裁罰 該修正我們的這個檢疫的規定 就趕快去修正 那大家看這個圖 這個是諾富特被裁罰的狀況 我先講這個圖 我第一個要講的是說 我還是盛讚我們臺灣人民 臺灣人民真的是很優秀 這幾天我跟各位講 在臺北捷運 大家戴口罩的比例 是百分之九九 剩下那一趴等是進去之後 突然發現說沒有帶 趕快帶起來 而且常常會從你的周遭 飄出一個很清新的味道 酒精的味道 所以大家在這個消毒手 所以我覺得臺灣人民是應該順著 將軍要帶 將軍去警華樓 那個巨星會 你站起來你沒帶對不對 我進出我都有帶 因為在吃飯 你不能帶口罩吃飯 開玩笑 因為你害太紅了 很多人去找你 所以我們拍到 你當場站起來沒有帶口罩 對 那時候吃飯 喝酒 進酒 不好意思 吐吵一下 好多那天現場 太多丟蟑螂之前發現 拍到一 truck都沒有帶口罩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諾富特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講說 會不會罰則太金 會不會怎麼樣 我跟各位講說 其實這些罰則 都可以滾動去思考 不過有部分他強調是說 諾富特飯店 他在一個所謂違反 發展觀光條例 第53條第一項的部分 其實前半段是因為 他有所謂的詐騙旅客行為 或是損害國家利益 這個是可以罰3萬 這個罰3萬到15萬 可是他的後段 不要忘記他提到說 情節重大者 可以定期停止其營業制 一步或全部 而且還可以廢止其營業執照 或登記 也就是說如果 膽敢有旅館 再這樣做 我們可以用最決斷作為 讓他不能夠開業 這才是足夠的懲罰 那我們回過來說 其他地方有沒有這個 我們說漏網之魚 各位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是台北市 六家防疫旅館 它爆了什麼 爆發這個所謂分層混數 剛剛這個諾富特 是因為他的一管跟二管 本來二管 在去年十月 他申請成防疫旅館 可以想像 結果一管後來 上面偷偷住了一些 我們說的基礎員 他又沒講 結果就出現問題 那台北市也有 有美麗性對不對 對 包括美麗性 包括大直英迪格 包括北投亞樂宣 還有X Hotel 王朝大酒店 松山益社酒店 各位可能都去過 那為什麼這事情很嚴重呢 想想看 連布桃 這麼嚴密的狀況 節點洗手 都可以讓病毒溢散出去的 這個旅館可以這樣做嗎 其實去年很多人都在講 這些防疫館怎麼管理 到底要怎麼管理 所以我剛剛講的 罰則也可以很重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現在出事了 要趕快去處理 我覺得我們台灣最重要是什麼 不要行事主義 如果今天要管理 就要徹底去管理 不要再往開一面 還有那麼多其他的一個標準 標準要提高台灣 才能成為世界第一 那如果手站出去 台北市不加強 台灣怎麼能夠 做世界的榜樣 那最後我要講一件事 就是說 這一次疫情裡面 就像剛剛小君講的 有 有吃美王良 可是聲量小很多 中間曾經有人喊出來說 我太想出國了 聽說是夏威夷 後來就沒有去了 那其他人呢 其他這些所謂三中的 這種精靈古怪的東西 這一次沒有攻擊 因為我們人民是很團結的 多次的這種挑撥分化 其實沒有辦法得逞 中國疫苗也不可能買了 所以三零精怪自然不講話 面對這些吃美王良 我們要繼續堅持下去 是不是臺灣防疫做得太好了 所以橡皮艇一直來 哈囉 第一次要摩托 逃難來嗎 對 整幾次要來 不用摩托 摩托到金門 真的這是投奔自由 真的嗎 還是有貓膩 還是你覺得很詭異 這個投奔自由 我把它稱之為 委託中狀態 他不是 他不是真正要託中 他叫做委託中 這些人來 絕對是有目的的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 從這個飛機低飛三十公尺 被我們雷達抓到 對 然後這個他的各式軍艦 到達附近也被我們抓到 他沒有辦法 那乾脆單兵作戰 哪有臺中港 沒有啦 臺中港人家把他踩在那 踩兩點鐘 所以海型署你根本在睡覺 一堆美窗 該罰趕快懲處吧 這一定要懲處 然後第一 他就是在測試 整個中華民國的國防 哪裡有間隙 所以他這次採用單兵作戰 用所謂的十五匹的小馬達 這個十五匹有多小 我們在淡水的時候捕魚 就是用那種十五匹的小馬達 這種馬達可以從福建省 穿過一百八十幾公里的台灣海峽 到達台灣的臺中港 說句實話 這個人厲害 這個人經過精準的水潮海水的計算 才會到達 所以這個不簡單 所以說這是一個突發狀況 或是一個偶發 或是突然間想投奔自由 不可能 這不可能 所以但是我大膽的假設一件事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他正在研發無人艇 無人艇 無人艇需要什麼 需要參數 所以今天基隆的和平島 在這個地方進行演習 有他的必要 蔡英文去了 包括了國防部長都去了 這次一定要去 因為基隆的無人島 各個朝代都在做 荷蘭人管過 這個日本人管過 我們以前清朝所派的官員管過 上面還有砲台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設施 雖然現在經過了我們科技武器的進步之後 他已經不再駐軍了 但他的重要性仍然存在 因為他如果被敵人搶佔 那是會整個阻止到基隆港的吞吐的 所以他很重要 那這一次為什麼 本來是不做的 本來這次演習是不做 改成內部的兵器推演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因為這次所謂的委託中 這個橡皮艇不斷的來 所以真的突然決定要做 而且是擴大了操驗 這就是告訴所有的 國防已經上井發條了 針對這兩個橡皮艇 一個金門一個台中 我們已經知道有漏洞了 所以要告訴大家 這絕對不是一個偶發事件 這個中國大陸解放軍 正在用這個參數在收集 要把它輸入到它所有的無人艇裡面 等到你看如果它這些人有的小艇 可以過來參數輸進去之後 所有的無人艇 它如果載的不是汽油 載的是炸彈呢 對 它如果載的是所謂的風型偵察機呢 沒錯 它過來之後 我們所有沿岸的國防設施 全部一覽無遺 所以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等先試吃 必須要正視 是測試的意味 真的太清楚了 張將軍 測試的意味非常濃厚的 它是有計畫的 你包含那麼重的這個橡皮艇 還包括它的玄外機 還包括它整個能夠渡這個大海 到台灣過來 還要上岸 還要讓人家發現 偷偷到金門的這一個 連玄外機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一個橡皮艇 一樣說淘寶買的 用手滑的 用手滑的 對啊 可以這麼厲害 那個從大鄧島到金門那個勁 以前那時候我們那個林毅夫 那個時候叫林正義 後來到大戶上改名字了 他游泳過去 他抱了兩顆籃球 對 那個籃球 後來那個時候大家知道 乒乓球跟籃球都有做管制 乒乓球應該沒辦法 對 他這個公白我講到了 我們這個貓咪 我們要去看的就是說 將來的時候 這些無人的艇 或者是這種 我們講的黑金剛 還有一個就是 毀上摩托車 是 以後變成摩托車大隊 直接過來 你怎麼去攔截 大的軍艦目標 好鎖定好掌握好摧毀 沒錯 小的目標很激動 你還難去抓他 真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這是我們中共 所講到的超限戰 那我們又是 我們的不對勁戰爭 又要做一種 戰術戰法的來改變 這樣才能夠對中共這種 他這種招數 一見招拆招 我們才能夠破招 這樣子我們台海的 這種軍事還股房的安全 才能夠確保 將軍你說 他整個橡皮艇 如果裝的是炸藥呢 你說他曾經拿了一個皮膠 為什麼這麼說 我昨天看這個劉冠軍 這個國安局的前上校 我覺得真的是 我們的國安單位 是養一堆米蟲嗎 二月份才知道說 這顆喔 二十年後才知道他叛國罪 然後高檢署才通緝 會不會太離譜 你們到底在黨國體制底下 多少情緒人語 是真正效忠中華民國的 21年之後才知道叛國罪 然後包括了 人家已經上岸這麼久了 才知道說 這是偷渡來的 還是工人所發現的 從國安到我們海防跟邊境 好像都在睡覺 你覺得單純嗎 如果他拿了一個皮箱 給你轟炸 台中港 包括金門港 這個都要 這個絕對不能夠等閒四肢 這是國安的 現在的武器的這種精密度 它帶個小小的 雖然小 但是它的殺傷力跟破壞力 跟毀壞力 那不可同日而語 那它一個小艇 它就裝這兩個就行 這個洋槍打炮軍艦飛機 看得到 對 但是這種看不見的 是 這種暗地來的 這種從這個地下管道過來的 甚至埋伏在台灣的第五重隊 有沒有 這都是我們要非常謹慎的 立刻有人去接應了 對 這個國安不是只是看大問題 對 要大處著眼 但是小處著手 這些蛛絲馬跡 心心之火 都要非常的謹慎 國安單位 真的不要睡覺了 不然人民 怎麼會放心 甚至怎麼會服氣呢 非常謝謝各位 持續鎖定 新的網站加油 再會